王者七周年cd李信凯爹视觉盛烟 来了一场solo战 很多老哥说马子这李信怎么打不过凯呀 太离谱了 不得不说王者cd做的是真的比我还要帅 毕竟是周年cd 大家看的开心就行了 他跟剧情关系不大 没必要去深究 你如果非要认真的话 那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 就凯跟李信切磋这一段 其实这里如果是跟苏烈切磋的话 是很合理的 那还不是想让你们的信子哥帅一下吗 为什么跟李信不合理呢 因为李信是长城的最高指挥官 而凯是长城小分队的一个队员 凯要喊木兰杰队长 而木兰杰要喊李信大人 说通俗点 这就相当于你跟你的班主任切磋 完事你的班长 在旁边给你俩当裁判 那这是马子不就 马子还真没干过啊 其次李信上来就开光性 这可以理解尊重对手嘛 但这一个大招被凯的一技能给挡了 好家伙 这凯一技能是甩了个盾山出去嘛 当然这毕竟只是切磋 放放水啥的也可以 俩人也是在守卫军练武场打的架 玄刺还在一边吃点瓜呢 这确实是一场有意切磋 但是有意切磋 你把暗信搬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这玩意能随便开吗 暗信是有触发条件的 是什么我之前说过 李信活了二十多年 一共才开过两次暗信 哪次没见血呀 第一次少年时期 威救阿里团灭了一对金雍卫 第二次一刀斩了掩灭之眼 这狂暴形态李信都不好控制 他震出来了守卫军 哪个能摁得住他呀 不全给突突了 那司空阵不是在边境吗 找司空大人呀 司空阵忙着打海悦呢 哪有时间管这事呀 所以这个CG帅就完了 他跟主线也没啥关系 看得开心就行了 没必要去深究 最后呢也不用再争了 凯目前不可能打得过李信 下赛季如果是海都篇章的话 那凯的实力在下赛季应该会提升 但现在他不可能是李信的对手 李信的对手是长安 是女帝 如果凯都能挡得住他的话 那他这长城统帅就别干了 也别想着夺回长安了 退役吧 找阿里谈恋爱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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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